在他2023年 然後就是中國那個時候 還有請他協助動員組織的那一份文件 然後確實他本人沒有到 但是組織了這個高雄的這個某一個國小 然後教務主任帶團的過去這樣子 那實際上呢我這一次還有從 把他從第一次參加2010年 其實也就是四川省台辦首屆 開始第一次辦這一個的統戰下令營 馬文君其實就是帶隊的隊長過去 這個時候 這邊我也提供了新的這一份的資料 一起給這個地檢署這邊 那這邊我還要再就是重複 再重新說明一次的就是說 馬文君其實我們為什麼會告他違反國安法 協助這個中國發展組織 最主要的原因是因為他當上立委之後 隔年馬上去中國進行這樣的一件事情 之外呢 接著他2011年開始進入國防外交委員會 然後直到現在有長達12年的時間 連這一次的會期也不知道會不會再爭取進入國防外交委員會 那在這個過程中他從2012年又接著繼續 這個是因為公開的資料找得到 但是沒有公開的資料 我們不確定他到底總共去了幾次 那公開的資料可以找到2015 2016 2018 2023 他都有親自過去跟協助動員 或者派他的辦公室主任到這個中國去當這個隊長 然後組織這個台灣的學生一起過去 那另外就是說我們要講到說就是他協助動員這件事情 其實在四川省台辦他最主要的一個目的 就是協助國台辦進行對台 算是統戰嗎 對台一些相關的涉台事務 所以他就是一個統戰黨委 所以我們認為其實馬文君身為立委不應該沒有這樣的敏感度 再加上他去到那裡 中國的官員的所謂的字詞上面都會提到促進統一的言辭言論 那如果他不知道去了一兩次之後 他應該也要知道這個是具有這個敏感的一個行動 所以他不應該再繼續 但是直到2013年他都還是有持續這樣的行為 所以我們認為他其實是知道 而且是有意的協助發展這個組織 在這幾個月邊看完的時間 而且就算用這個方式